大人 杨大年 袁小梅 以及李奎杀手集团 还要再加上一条罪名 就是谋杀我的父亲戴庆豪 多梅 你见了小门了吗 小门她出去了 她 她去哪儿了 小门接了一个电话 说老爷子还没死 然后就急着去 对方指定的地方 什么 找老爷子去了 我 我亲眼看见老爷子 被枪杀的 这 这肯定有诈 那可怎么办呀 他已经去了好久了 都没回来 我 我担心死了 我爹和我娘呢 我是岳先生 您能说说看 这棉杀的价格 怎么会添得这么惨呢 夫人 不瞒你说 我也没料到 短短才几天 棉杀的价格就会掉了一半 您是说 连你自己都没有料到 是的 价格暴跌 表示供大欲求生产过剩 可是代价偏偏在这个时候 大举借贷 扩大资产 再这么跌下去 怎么得了啊 二位不必担心 商场不是有句话吗 危机就是转机 棉杀价格已经跌到了谷底 这反而是我们进场的最好机会 可是代价已经把钱都砸了进去 现在没有钱进场抄底了 杨总管多虑了 行情不好的时候 确实是有所损失 可你想过没有 赔钱的不只是我们一家 那岳先生的意思是 杨总管 这是一场淘汰赛 很多中小厂商都熬不了这一关 可你们代价 家大业大 还有我银行做后盾 所以虽然是哀鸿遍野 市场上很不景气 可是你们代价还是存活下来了 我相信 未来的代价将是一家独大 行 岳先生 有您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对了 方德欣现在怎么样了 出手了吗 放心吧 岳先生 一切都在进行当中 好 杨总管 二夫人 岳先生 李奎 你来的正好 给我们说说情况吧 严小蛮 戴文天和大夫人 已经昏归西天了 是吗 太好了 这个事总算了解 别了 你别了 你说的是真的吗 李奎 你刚才说的是不是都是真的 二少爷 反正他们都死了 这样 你也可以死心了 你们这些杀人凶手 全都是杀人凶手 全都是杀人凶手 我饶不了你们 我绝饶不了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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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儿 桃儿 桃儿会出事的 你再这么宠 就把他给宠坏了 大娘 大哥 小蛮 我对不起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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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夫人 夫人 少女主事啊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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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 夫人 夫人 偷儿怎么了 夫人 我们开启少爷的时候 他已经倒在地上昏迷不醒了 赶快备撑 送医院 偷儿 来来来 小心 来来 夫人 二少爷因癫痫引起休克 就职太慢了 缺氧时间太长 对脑子形成了伤害 情况不乐观 怎么个不乐观 就算二少爷能够醒过来 也撑不了太久了 大夫 偷儿是 是代价唯一的骨肉 你一定要救救他 是啊 大夫 救救我们的孩子吧 对不起 我已经尽力了 剩下的 就看会不会有奇迹了 抱歉 道是你 道是你 道是你延误了桃儿的急救时间 他有什么三长两短 就是你害的 不会的 桃儿不会有事的 那个大夫是 那个大夫是个庸医 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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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的 桃儿 你要挺住啊 爹去找张大夫 你要挺住啊 你要挺住啊 等爹回来 桃儿 桃儿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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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你吗 还是我已经死了 你是来接我的 汤儿 你记住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你永远都是我的好儿子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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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儿 你醒啦 汤儿 你醒啦 太好了 娘 我 我刚才看见我爹了 你爹 你爹他出去找张大夫 还没回来呢 不是 我说的是代老爷 我说的是代老爷 谁啊 我 我刚才看到代老爷了 我还以为我死了 他来接我呢 我 我 我看到代老爷了 我看到代老爷了 你 老爷老命啊 老爷老爷老命啊 不是我干的 真的不是我干的 老爷 你放我吧 别来找我 老爷 朱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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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 杨总管 你 你鬼叫个什么呀 我 我看到老爷的鬼魂了 在哪儿 就 就 就在病房门口 你指使我无数八道 朱儿没有说谎 朱儿真的 真的看到老爷鬼魂了 行行行了 不许胡说 哪有什么老颜色 张大夫 我们走 好 大夫 怎么样 上次二少爷发病的时候 我就已经提醒过他 不能再受太大的刺激 否则会导致病情急剧恶化 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没想到这回真的应验了 你 你的意思是 二少爷的病情 重则死亡 轻则残疾 娘 朱儿 朱儿 是我拜托张大夫 瞒着你们的 陶儿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二少爷 您多保重啊 杨总管 你们也保重 陶儿 张大夫说的可是真的 你早就有了不幸一死的决心是吗 可惜 我还是没能救得了小蛮 大娘 还有大哥 二少爷 其实 其实小蛮没有死 小蛮没有死了 你说什么 小蛮没有死 这 怎么回事你说清楚朱儿 夫人 我已经被赶出代家了 赶我出来的 就是严小蛮 小蛮 我要回家 我要回家 你现在这个样子怎么回去呢 娘 你就答应我吧 这是我最后的希望 你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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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没什么指望 我不要什么代价 我累了大年 什么意思 你想放弃 我现在只想离开这个家 永远不再回来 不行 我等了几十年了 不能就这么放弃 儿子都活不了了 你还带那么多恨 恨 这么多年来 我需支撑我的最大力量 不只是桃儿 还有恨 大年 小梅 小梅 你我 虽然生活在同一个房子里 但是我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你 你 你是代价 高高在上的二夫人 而我 只是由戴庆豪任意使唤的下人 虽然 虽然我最后当了总管 我终究是一个看人烈色的下人 大年 我知道你的苦 你不知道 涛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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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涛儿说的没错 一个男人 他怎么能够忍受他的女人 跟别的男人上床 是 我曾经也想放弃 我想带着你 离开戴庆 不要有那么多的烦火 可是我没有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不甘心 我不能就这么放了戴庆豪 我不能 我 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东西 属于我的 我要 我要夺走 他的财产 他的儿子 他的一切属于我的一切 所以小梅 你知道吗 你不要跟我说放弃 李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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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办是哪 李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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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对付严小蛮 我总觉得心里七上八下的 我感觉这场仗我们是输定 不可能 这个臭丫头现在是故障难民 逼急了我找个人 我让他一了百了 这个案子在上海滩市 人人皆知 杨总管不想被人落下考试 我还不想被你拖下水呢 那您说该怎么办呢 我哪知道该怎么办呢 让我回去好好想一想 你最近什么事都别干 也别来找我 免得让人起疑心 党一等月先生 我问过棉沙厂会计 这后续的贷款上礼拜就应该到位了 怎么完全没消息呢 是吗 有这样的事 那好 我回去问问我的女秘书 她大概忘了 我问过你秘书了 她说她催了你好几次 你都不肯签字 我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了 我们银行的这个董事局啊 反对我的声音很多 不过 因为你们代价争产的问题啊 怕影响到我们银行的经济往来 这样 我回去说服董事局 让他们尽快解决 走了走了 岳先生慢走啊 好好好 大年 我总觉得事情有点不太对劲 让我再去问问她 让我再去问问她 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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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把话说清楚再走吗 我跟你说了 我很忙 我知道 生计银行是你一个人说了算 其他的股东都是百胜 你拿他们说事你什么意思 你明明知道 棉纱价格一跌再跌 你压着贷款不付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杨总管 工厂是你们经营的 怎么出了问题 都推到我的头上来了呢 这 这是你 怂恿我们增资阔厂了 杨总管 我没时间听你哭穷 我走了 岳建功 你要不说清楚 我就给你卯上了 你给我走开 我干嘛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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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人 还是 我鬼啊 鬼 是鬼啊 真是鬼啊 鬼 是鬼 是鬼 啊 啊 小心 谢谢 鬼啊 啊 bisa 啊 嗯 这些人都是他干的 跟我没关系啊 啊 你 我告诉你们 你们活着的时候 动不过我 死了 我也不怕你们 我怕 你们 你们 这就是你们亏心事做多的下场 自己吓自己 你说清楚 谁做鬼心事了 你别跟着胡说八道啊 我不怕 我一点都不怕 你们都仔细看清楚了 他们都不是鬼 是人 小蛮说得不错 我们都是人 但是因为你们心里有鬼 才会以为我们是鬼 原来他们三个都没死啊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们真的想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吗 那天问天的助理小温接到了一通电话 指明要我一个人去一个地方 谁也不知道那是不是一个陷阱 但我还是去了 有人吗 小温 你终于来了 我真的不知道该找什么人 我只有悄悄通知你一个问题 因为我已经不知道 到底该相信谁了 爹 你没死 你还活着 对 我还活着 爹 爹 我是您的女儿 我是您那个没有要折的女儿 你是我的女儿 你是我的女儿 你真的是我的女儿 嗯 找到了我爹之后 小温也赶来了 他说 问天歌和小霞姐去了法院 迟迟未归 很担心他们遭到了毒手 于是我爹 就立刻派人找到了郭市长 郭市长又派人找到小温 由小温去带路救人 住手 夫人 天儿 夫人 爹 老爷 天儿 爹 老爷 你还活着 你真的还活着 是的 我还活着 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我还能活着 我更不敢相信的是 我们的女儿还活着 她就是小蛮呢 爹 娘 女儿给你们请安了 小蛮 起来 小蛮 起来 小蛮 就这样 我们一家人 终于团圆了 当时 我们也从李奎那儿问出了魏婆婆被关押的地方 当时魏婆婆说 她已经原谅了问天 也正是因为你们关了她这几天 才让她有机会 静下心来想清楚 想清楚这一切 所以 她就在法庭上翻供 没错 因为魏婆婆已经原谅了问天 所以她也愿意为我作证 当时我就想 何不将计就计 顺便告诉你们 问天 问天和我娘都已经死了呢 只有你们得意忘形 我们才有机可乘 只不过 要把这个话传到你们耳朵里 我们还需要一个你们信得过的人 这个不二人选 当然就是李奎了 走 走 走 进去 所以 当李奎带着魏婆婆出现在法院的时候 周围也埋伏了同样多的便衣警察 已经有十几杆枪指着她了 如今的李奎已经被积押在上海市警察局了 而且她已经同意作为污点证人 指控两位的不法罪行 也就是说 两位图谋代价的所有阴谋 到今天已经彻底宣告失败了 你们刚才讲的故事我一点都听不懂 也根本跟我无关 我跟杨总管只是生意上的往来 今天我来找他 就是为了你们棉纱场扩建的事 这件事啊 根本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月朗爷 你以为你推得一干二净 就可以逍遥法外了吗 上法庭我一点都不怕 不管是谁指证我 他没有证据 好了 诸位 你们慢慢聊着 我先告辞了 杨总管 这就是你的好搭档啊 你看你落难 他跑得比谁都快 你闭嘴 轮不到你来救救我 杨大年 到现在你还这么理直气壮 四十年来我待你不保 我还把你视为自己的左右手 真没想到 你当然信任我 这么多年来 我刻意对你言听计从 但是你 你只是把我当成了代价的一条狗 你放肆 杨大年 你不仅恩将仇报 而且不知悔改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 不仅害了自己 也害了小梅 还有涛儿 你少拿他们母子俩来吓唬我 戴庆豪 我问你 我明明看见你被投入江中 你怎么没死呢 是因为我 你 是你搞的鬼 大年 你打算杀老爷子灭口的那一天 我的枪 的确是对着我的老爷 小梅 你这是 噓 不要出声 大年就在外面 我已经安排好了 我找了两个我最信任的手下 待会儿你就站在这儿 他们会假装 用一袋东西装成是你的尸体 把你丢到河里 好让大年不起疑心 在这之后 他们会损你离开是吧 你为什么要救我 涛儿已经当家了 再多要你一条命 只会让我多一项杀人罪你 我明白 你是以涛儿为借口 还是 你念在二十年来 我们毕竟夫妻一场 你手自作多情了 在我心里面 真正的丈夫 不是你 是大年 就算是这样 我也不希望你成为代家的敌人 小梅 听我一句 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来不及 我们一家三口终于团圆了 那才是我真正的家 我只希望你走得越远越好 不要再过来 小梅 小梅 我再问你一句 一个家庭的价值是什么 是基于仇恨还是希望 就算你拿下我们代价 如果你的家 是建立在仇恨之上 你靠什么来维系 又能够走多远了 不要再说了 当时 我不想听 那是因为我不敢听 老爷说的话 都是对的 是你 是你齿里怕外背叛我 大年 我曾经跟你说过 我这辈子 心里面的丈夫只有你一个 我不仅是个妻子 我还是个母亲 为了桃儿 我希望我们的家 是建立在希望之上 而不是仇恨上 仇恨 你说仇恨 可对我来说 这就叫做希望了 知道吗 我的父母 我的妻子 我的儿子 都让代价给夺走了 我要是不抱着这个仇恨 我走就没希望了 不会的大年 就算放弃仇恨 我和桃儿还是会陪在你身边的 我们一家三口 还是可以一起生活的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你想认输了 大年 都是因为你 要不是你的妇人之人 我可能就不会落到今天这步 够了吧 杨大年 你看清楚今天的局势了吧 你辛苦计划几十年的计谋 已经功亏一篑了 你现在及早悔悟还来得及 你快点悔悟吧 休想 我告诉你们 我今天再到你们手里我认了 我认了 要杀要寡随你们便 让我道歉 这辈子休想 好 大年 拦住他 站住别动 别动 杨大年 郭市长怕你畏罪潜逃 所以在官司还没有结束之前 你不能离开代家 麻烦你们把他带进去 是 不用 我自己会走 走 走 大年 走 小美 大气精神别难过了 我想去看一下君涛可以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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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兒 嗯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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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鸛 爹 大娘 大哥 你们 你们 都还活着 你没有看错觉到 大家都还活着 娘 难 难道你 娘下不了手 所以满了李葵他们 放了老婆 开枪跟偷枪 都是假的 这么 这么 时候 那天 夜 夜 我 我在医院 可 不是鬼魂 是爹 的本人 陶儿 很抱歉 爹并不想瞒你 而是 我听说 你又发病了 那天我忍不住 我就跑去看看你 你 你 你要干什么 别起来了 别起来 我 我 没有资格 让你叫 陶儿 我 我站起来的目的 只有一个 就是 就是 陶儿 了 你你 好不好 首席 娘 我不配 不 不配当你们的儿子 不好了 你在胡说 你救过爹 你帮着问天还有小蛮他们 救过你大娘 就凭这一点 你永远是我戴清豪的儿子 军涛 不管你是不是戴家的活肉 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孩子 是啊 军涛 从今天起 你就是我的哥哥 重见戴家 也有你一份 军涛 你忘了吗 我们的约定 我们永远都是兄弟 永远都是 可是 可是 我 好了好了 别可是了 来 来 你坐好 让爹好好看看 你受苦了 你受苦了 你真的受苦了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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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 哦 来 因为我吃了 我吃了 这个 你吃了 我吃了 我吃了 说你这好吃 我吃了 我吃了 你吃了 看我吃了 这 阿丽 帮我送封信 帮我送封信好不好 这个 你放心 我肯定不会跟别人说的 这是我最后一次求你了 阿丽 好吧 好好好 谢谢 谢谢啊 好 小心点 好 本庭宣判 杨大年等人 谋裁害命一案 已全数申理完毕 一下就是本庭的判决 李逵 绑架杀人 应判处死刑 但因被告充当污殿证人 该判武器徒刑 主寺夫妇 罪名是 独职收受贿赂 以职务职便随行 各种违法乱纪的构章 主寺死刑 其妻需惠美武器徒刑 我的妈呀 主寺夫妇 仰扎年 罪名是 绑架杀人 炸击 唯一死刑 岳建公 你还来我这干吗 书记官先生 你们去办你们的事 我来跟他们说明一切 行 动手 是 你们这些干什么 戴先生 棉杀厂的情况 你应该很清楚 这代价必须查封 在清偿债务之前 这儿的一切 都归我岳建公所有 请你们在三天之内 搬出去 否则 就请法院强制迁移 岳建公 你真是欺人太甚 我们两家这么多年的交集 想不到你处处算计我们 想要谋取我们的资产 你这人太狠毒了 大夫人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两家的协议在我手上 我们只能依法办事 告辞吧 这下该怎么办呢 老爷 你先不要着急 房子都给人查封了 我能不急吗 岳建公动作快 可我们女儿的动作 比她更快 什么意思 走 岳建公啊 老爷您回来了 领事大人在里边等着您哪 领事先生 抱歉抱歉 让您久等吧 岳先生 你贵人实在太忙了 不敢不敢 我正在跟郭市长痛话 他要跟你说话 是是是是 是 郭市长吗 岳先生 恭喜你呀 以为祸判无罪 而且吃下了代交的一切 真是双喜临门哪 不不不不 郭市长您见笑了 官司一事 是是无网之灾 至于查封代家呢 也实在是迫不得已 无奈之举 郭市长 严格的来说 我岳某也是受害者 怎么能说是喜事呢 是啊是啊 你的确是受害者 你可亏大了 因为代家的一分一毫 你都不能查扣 什么 我跟领事大人研究过 你跟代家 签的那份融资合约 发现里面有个纰漏啊 就是当初 和你签约的人是代君涛 但问题是 代君涛的签名用印 根本不能算数啊 为什么 因为 我 不是代家的儿子 君涛已经向领事大人 和郭市长自首 说他不是代家的儿子 所以他没有权利代表代将 对外接触任何的协议 怎么会这样 爹 事实就是这样的 所以 增资扩厂的那些钱 充其量只是您自己的投资 也只能您自己来认赔了 胡说 代君涛签字的时候 二夫人跟杨总管都在场 我认为 代君涛就是代家的儿子 你们怎么能不认账呢 代家的主人 应该是我爹才对 你怎么会想到 要跟君涛去签约呢 难道 您也认为我爹 早就不在人世了吗 还是您也参与了 谋害我爹的行动呢 没这回事 法官已经还我清白了 你可不能污蔑我 您当然不承认了 所以 顶多就是您自己上当受骗了 可是您不要忘了 这白纸黑字的合约 都是您自己亲自签名用印的 您让骗子给骗了 总不能让我们代家来承担吧 这 岳先生 我已经到老里跟二夫人求证过了 代君涛他们确实不是代家的孩子 你就人赔了事吧 灵师先生 这 这怎么可以呢 这是我已经跟法官商量过 已经有结论了 全数融资 应视为 央大年 袁晓梅和戴君涛三人对生计的贷款 所以债务人就是他们三个 你无权扣押他们代家所有的财产 太过分了 太过分了 领师先生 你这么裁决的话 对我太不公平了 还敢说不公平 有罪无罪 在场心智肚明 判你无罪便宜你了 那笔融资多少钱 不多不少 一共一百一十万大洋 岳先生 法官本来是要判你死刑的 结果判你无罪 捡回你这条命 就算是一百亿十万块了